那我們內心的這個關心還是在 那也只能說這種事情也只有他自己能夠去面對 我有一個好的太太 她之前講過一句話 她說你在這個圈子這麼複雜 你最好要做到避險 其實這件事情 也跟外界的想像的差不多 就是說這個事情可能要他自己來面對 那包括前一陣子也有人問我這個問題 那我是說 因為我以前是跟他住在一起 我是他的房東 我租大概30年前 租給他一個小小的房間 這種事情我也說 就是說跟媒體記者講說 我這時候用Line去關切或者打電話給他 我相信他都不會回我 那我們內心的這個關心還是在 那也只能說這種事情也只有他自己能夠去面對 那阿輝 阿輝聯絡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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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輝聯絡 阿輝聯絡 之前 大黨結束之前 也就10年前 也幾乎就 11、12年都沒有聯絡 他離開門鍋 他離開門鍋 就沒有再聯絡過 他離開門鍋 就沒有再聯絡過 對對對 聚餐喔?就像我剛剛講的,你邀約他,你覺得他會出現嗎? 那一來媒體全部都一擁而上,他怎麼回答 也沒有 沒有 拒絕演藝圈的用戶 我覺得我的太太,我有一個好的太太 她之前講過一句話,她說你在這個圈子這麼複雜 你最好要做到避險 就是說,現在的媒體都是看圖說故事 那有些粉絲可能會說,啊,哥哥 可能就這樣握著,有沒有 那這時候怎麼辦? 你這照片出去了,大家可以 他好像跟他很好,過往密切 只好我們就,就是說 他如果是這樣的話,我們就 順勢拿著麥克風 麥克風拿起來 就是說,做出避險的動作 會比較不會讓人家 有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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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想法 有那個 有想法 可以做人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